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深入探討一下 香港近期在環保領域的發展 特別是最近舉辦的研討會 所帶來的一些啟示 香港近期 接二、年三舉辦了很多 國際城市和大型會議 是環保界別都不例外 這些活動 不僅展現了香港的國際形象 更加突顯了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努力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包括近日有發表的施政報告 以及最近有環保團體日前在香港 舉辦了一場以無交未來為主題的研討會 特區政府非常重視環保 在上星期三發表的施政報告 當中特首提到要大力推動綠色低碳生活 包括多項措施 第一、持續推動減費回收 擴大社區回收網絡 將公共回收物收集點的數目 由現在的大約五百個增加到八百個 倍增全港住宅、廚餘收集設施 第二、加速生產綠色轉型 透過低碳綠色科研基金和創新及科技基金 支援本地綠色科技發展 將具實際應用潛力的科研項目 轉化為具商業價值的技術或產品 而且在本地生產 第三、擴大電動車充電網絡 大力推行綠色運輸 政府將投入3億元的資助 去資助私營機構安裝高速的充電設施 直到2030年 累計裝置3,000個高速充電器 與此同時 政府也會持續推展生態保育 優化郊野公園設施 結合鄉村文化的特色 為香港市民和旅客提供更優質的生態旅遊體驗 從以上可見 今年的施政報告 在著重發展的同時 也都推動多項環保的政策 政府的環保政策保持著開防 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 彩虹勇士號 在當日也訪問了香港 彩虹勇士號將會展開 無索啟航東亞之旅 首先由香港出發 然後經過台灣 最終抵達虎山 自在宣揚減少塑膠的使用 推動重用和廢靈的模式 此外綠色和平的東亞分部 日前在香港舉辦了 以無家未來為主題的研討會 環保署處長徐浩江也有份出席 和發表主題演講 處長的發言列舉了多項數據表示 政府推動走索成效 認為已經建立走索的習慣和文化 未來特區政府會繼續推動市民培養自備餐具 和同時鼓勵市民盡量減少使用積氣的掃膠 政府今次容許彩虹勇士號訪港 而且高度支持綠色和平的活動 引起社會各界的留意和稱許 尤其是有關國際背景的綠色和平 基本法23條立法期間 一度傳出會被列為外國政治組織 雖然政府期後已經釐清綠色和平過去 和立法之後都不是所謂的政治組織 但仍然惹來不同的觀感 環團中人指出 官員在施政報告發表正常出席活動 是事實性於雄辨的 總結未來 希望香港能夠在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 越走越遠 這個需要政府、企業和市民三方的共同努力 政府需要制定更具有前瞻性的政策 企業就應該承擔起社會責任 推動綠色的需要模式 而市民就需要提升環保的意識 積極參與環保的活動 今天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 請大家訂閱天璣頻道和大衛上的頻道 記得留言、點讚、分享、看廣告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